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讲话中首先感谢了亚裔民众对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随后 他介绍了警队中履新的成员以及各自的职责方向 他表示 警方对所管辖的中区特别是中国城的治安情况非常重视 增派更多的警员巡逻 提高安保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 他希望可以继续加强警方与社区 商家 民众的合作 建立彼此的信任与相互支持 呼吁大家遇到问题要第一时间联络警报 中区分局局长Eileen Morales表示 中区分局的责任就是确保管辖区内包括中国城 商业区等地的民众商家的安全 他同时也介绍了部门的具体实责 最后 洛杉矶市警察局仇恨犯罪联络官便一探员Orlando Martinez为大家讲解了什么是仇恨犯罪以及遇到此类情况的处理方式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 警方对民众提问的关于最近在洛杉矶中国城发生的商人案件 流浪汉管制以及亚裔仇恨犯罪等问题向大家一一作答 并给出社区安全续致 今天很高兴我们的身份去讲 他刚刚从那个DeputyChief先到那个AssistenceChief 就是我们整个洛杉矶的第二把手 所以他的地位给我们 他来我们China Town来帮助我们 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共同合作 他今天都很有限 警方跟我们民众一定要合作 要对这个问题来改决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 警门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去中间有在一些朋友们的互联系 里能更重要的 你们可以继续接近 关于我们的厮rice 有一个 circOS姿 我们知道这个9这个新机 WHO的生互是很大军显 的 我们知道这个9个疫情中的关于我们的民众 我们非常感谢准备和处理 要做什么它们可以 更重要的让他们住在房间的安全帮助 地方 但是我们也需要公安的支持 位置来保存在 但是我们需要一种终的亘域的支持 如果他们看到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